好創下剛看到的是普丁的公開閱兵 他的閱兵儘管縮水了 但是他嘴巴還是很硬 而且他還是指控說西方向俄羅斯發動戰爭 雖然普丁還是出來指控西方向俄羅斯發動戰爭 但是大家對他的講話 其實沒有什麼討論 反而是那個場面 大家非常有印象 這一台呢是領銜而走的 叫T34坦克 他的年紀呢比拜登還大 83歲了 是第一次20世紀大戰的時候 反擊希特勒坦克 那時候他們做出來T34坦克 然後移架 他們慣例都是會用T34 因為代表這是勝利日 但是這麼移架 漆風苦雨的走過去 大家覺得哇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所以他不是在閱兵 他在閱古董 就是80多歲的古董 比拜登還要老的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呢 過去的時候 俄羅斯和蘇聯 讓全世界站立的是什麼 每次閱兵的時候 至少數百輛各種的裝甲車 鋼鐵雄獅 轟轟轟的過去 可是呢 昨天呢 大家去算了一下 大概只有10來架 這10來架裡面呢 裡面呢 是有一個IS-3重裝甲車 然後BM-13多管火箭 然後S-400 那個防空飛彈 S-400是比較新的 大概這些呢 也都是前蘇聯時期 年紀呢 比我小一點 也四十幾歲了 然後新的武器 也都沒有了 然後呢 唯一比較具有全世界 戰力的殺傷的是 拉出來的這個 RS-24 也是前蘇聯時代 就是撒彈1 RS-28就是中繼彈造飛彈 那現在是 那叫撒彈2嘛 現在是撒彈1 把他拿出來 那他的坦克車到哪邊去了呢 因為他們在整個 俄戰場裡面 在烏克蘭戰場裡面 被打了亂七八糟 這快沒了 所以呢 還有T-54 T-54是打韓戰之後 珍寶島的時候 用了坦克 現在已經收到 烏克蘭前線去了 所以他其實 連這些坦克 跟過去一樣 完全的不一樣 然後過去的時候呢 他在天上 還有很多 他的米格索凱 各種的重型轟炸機 要飛過去 然後直升機也飛過去 這一次呢 也取消了 空中分裂式 也都沒有了 而整個場面呢 為什麼他讓人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 淒涼的勝利日 是因為呢 過去呢 雄壯威武的 俄羅斯紅軍 站在那邊 高喊 烏拉烏拉 就他們的萬歲 但是這次只去了 8000個人 人數也大幅的縮水 而這大幅縮水之下 還有一個狀況是 裡面呢 有些非常年輕的臉口 有些呢 可能已經 有一點點 中壯年的 已經這些兵都上陣了 跟過去數萬人 那種雄壯威武也不一樣 而且過去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儀式 那是很重要 因為那時候打敗了希特勒嘛 所以他們一定有一個叫 布什軍團 他的一個演習 什麼叫布什軍團呢 就是在二戰的時候 不管你是那個 各種保衛戰 莫斯科保衛戰或怎麼樣 那些戰死官兵 他的家屬 會拿著他爸爸的照片 英雄走過去 但是這次也取消了 為什麼取消 因為他們很怕有些兵拿出來死 我兒子死在烏克蘭 這個時候就非常難看 他們在烏克蘭也死了很多兵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覺得這一場的勝利日 其實普丁在硬撐面子 可是硬撐面子呢 他還是要講話 他還是要所有的官兵 到場的人 先為烏克蘭戰死的官兵 默哀一分鐘 然後呢就宣布說 現在這個狀況 是西方在俄羅斯 發動了真正的戰爭 他們呢完全忘了 過去是誰 協助你們西方 協助你們打敗了納粹 然後呢 現在俄羅斯的這個文明的巔峰 再度進到了一個轉列的關鍵期 西方強迫他國要接受他的規則 所以為了捍衛主權 他現在是被迫應戰 一定要持續的戰爭下去 然後呢 這個情況講完之後 大家還是覺得很弱 很弱之後他最損的是什麼 剛講那些狀況之外呢 沒有想到直接打臉的人 是他那個瓦格納集團 瓦格納集團先前就講說 我不想打了 我不想打了 你不給我彈藥 現在瓦格納直接想說 你根本沒有及格 慶祝勝利日 還直接向國際媒體爆料 現在那個巴赫姆那邊呢 有一支俄羅斯的正規軍喔 竟然直接就繞跑了 就不打仗了 就直接轉進了 你這樣一個俄羅斯的軍隊 憑什麼打仗 那同時呢 同樣的其實過去的時候 因為5月9號過去也是烏克蘭的勝利日 但是呢 現在烏克蘭已經把它改了 叫做歐洲日 代表著 整個烏克蘭開始脫俄入歐 然後呢 從時呢 還改了以後 就是說這個時候 他們要準備大反攻了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準備了 九個機械化師 八個無人機聯 準備要大反攻了 而在所有這些戚風古語之中呢 只有一個人對普丁雪中送炭 那個人叫做金正恩 致電普丁向他致意 說不斷的會獲取勝利 而大家更關心的是 有一個國家沒有講話 那個叫做北京 去年勝利的時候 北京還透過趙立堅出來 正式的說 記取當年兩國共同 打敗大粹 維護人類的正義公平 可是到現在為止 不至少所有的外電裡面 還沒講出來說 中國的習近平 有對普丁任何雪中送誕的行動